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有关建造师的注册和相关的管理 那么注册的话 在15年考过两分 16年和17年都没有考到 首先我们看一下初始注册和延续注册 申请初始注册需要同时具备四个条件 那么重点掌握第二个条件 受聘于一个相关单位 不一定非要是在施工单位注册 初始注册者可自资格证书签发三年内 通过聘用单位向单位所在地的省建设厅提出申请 与其未申请者需符合本专业继续教育要求 才可以申请初始注册 这就说明初始注册不受三年的限制 三年之内三年之后都是可以初始注册的 只不过过了三年才提出的 需要提交一个完整的继续教育证明 证明你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在参加继续教育 那么注册有效期三年 在期满前如果需要继续职业的 应当申请办理延续注册 变更注册指的是建造师换单位 那么换单位的话应该与原单位解除聘用关系 通过新的企业申请变更注册 变更注册后仍延续原来的有效期 比方说三年的有效期在A公司干了一年 跳到B公司 那么在B公司的有效期还剩两年 因为变更注册申报不及时影响建造师职业 导致项目损失是企业的责任 所以由企业来承担相关的责任 下面就是不予批准注册 所谓的不予批准注册 总共有11种情况 他们的共同点都是申请人不具备职业条件 比方说在IT公司申请注册 那么这个时候注册机关就会问你 在IT公司你有没有职业的条件 你怎么职业 再比方说考到证书以后已经66岁了 去申请初始注册 注册机关就会说你都退休这么多年了 那么现在连个单位都没有 也不具备职业的条件 所以不批准 那么这里的第五条到第八条 我们给它打了条删除线 打删除线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文件是住建部的部门规章 那么它跟上位的国务院质量管理条例 也就是行政法规有明显的冲突 在国务院的质量管理条例中规定 那么比方说项目经理担任项目经理期间 如果发生过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五年内不给注册 发生过重大安全事故的是终身不给注册 而且还要吊销证书 但是这里边你们看 空湖七被吊销的自决定自体不满两年 空湖八是三年 空湖五职业活动受到刑事处罚的不满五年 所以我们说在部门规章和行政法规有冲突的情况下 应该是部门规章规定的无效 而以行政法规的规定为准 这个事情我讲了好多年 我认为这一块它不适合出题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今年的奥建法规就专门考了一下删除线的内容 所以很多时候有些事情确实是讲不太清楚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注销注册 注销注册有九种情况 他们的共同点就是申请人原本是具备职业条件的 我给你注册了 但是在注册有效期内出现了单位倒闭 或者说是跟单位解除聘用合同的关系的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上市的职业条件就会注销注册 证书和印章的失效 同学们 不语注册和注销注册这两段其实可以连在一起 我们用一句话就可以讲明白 就是我们国家没有个人职业的制度 任何个人都是必须通过单位来进行职业的 比方说医生要通过医院职业 律师要通过事务所职业 建造师要通过工程的相关单位职业 当单位医院倒闭的情况下 这家医院里所有的医生和护士 他的注册证书的全部失效 然后大家跳槽到新的医院 办理变更注册 有人出国去了 离开了这个航大 那么办理注销注册 在国外待了两年 觉得父母亲年纪大了 还是要回国照顾一下 又找一个新医院上班 那么这时候通过新的医院申请重新注册 所以这些知识点其实是理解的原理 它是非常的简单的 好 撤销注册 我们讲过 它的本质就是非法取得 非法发放的证件 如果被人家举报了 这时候发现证书是发错的 那么应该给它撤销掉 好 看一下第一道题 关于建造师初始注册 说法正确的是A 只要拿到资格证 就符合初始注册的条件 这个显然是错的 它有四个条件 B 初始注册应当通过聘用企业 向省人事厅提出申请 那么这里的错在人事厅 应该是向建设厅提出申请 C 申请的位在资格证书 签发三年内申请 是不予注册 还是提交继续教育证明 应该是提交继续教育的证明 可以注册 第一 违反法定程序 做出整语注册许可的 这个是属于非法发放 非法取得的情况 应当撤销注册 完全正确 所以这个题应该选的是D 第二道题 关于建造师变更注册 说法正确的是A 变更注册后有效期重新计算 这个说法是错的 应该是延续原来的有效期 B 变更注册申报不及时 导致项目损失 由个人承担责任 这个说法是错的 应该是由企业承担 C 变更注册只能由原企业申请 那么这个显然有问题 应该是新企业去申请 那么第一 申请变更注册 应当提交工作调动证明 证明你已经跟原来的单位解除了劳动关系 现在只在一个单位上班 在新的单位上班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好 再看下列哪一个情形是批准注册的情形 A 赵某因为工商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 那么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 显然不具备职业的条件 因此这个是不批准的 C 周某申请在两个单位分别注册 这个显然违反了 只能在一个单位注册 那么第一 李某已经年满60岁 还在担任施工单位的咨询顾问 那么这个也有问题 因为注册部的规定是65周岁之前都可以进行职业 所以这道题 我们再看 B 孙某有两个专业 参加基于教育达到150个学识 申请延续注册 那么这个B批准还是不批准 在下面给大家做了个公式 在三年注册有效期内 继续教育的学识要求是60个学识的公共课 公共课就是管理和法规 还有60个学识的专业实务课 如果你有两个专业 比方说基电建造师和市政建造师 那么对于基电和市政实务课都要去参加 但是管理法规 职业道德这些公共课是不需要你参加的 所以这个公式就是60加上60乘以N 那么两个专业的话应该180个学识才能达到注册的标准 所以这道题B不批准 好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有关继续教育的规定 这个内容在教材上大纲里出现了很多年 但是一直都没有考 可能从命题老师的角度上来讲 你现在考到还没考出来 现在去学继续教育的东西可能早了点 他认为了这个不是考试的重点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么建造师不参加计较或者是计较不合格的 不予注册 那么注册有效期是三年 每一个有效期内继续教育不得少于120个学识 如果是有两个以上专业的 每增加一个专业 还要参加60个学识专业课 那么这个我们刚才都已经做了公式了 必修课的内容 重点是掌握这个道德和诚信 职业道德和诚信 那么这个是属于必修课的内容 建造师在参加计较期间 工资福利社保待遇不变 这句话是很重要的 弄虚作假取得建造师继续教育证书的 一清发现立即取消继续教育记录 并记录不良信用档案 对社会进行公布 这个在14年到16年 二期可以说每年都在考 出题的老师喜欢这句话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一道概述题 关于一期建造师注册 说法正确的是A 赵某在拿到资格证书后 第四年申请初始注册 须符合本专业业绩要求才可以提出申请 那么他还没有做过工程 他哪来的业绩 所以这个A是错在业绩 应该是继续教育的证明 B 前某在注册一年以后 变更职业单位并办理注册 在新单位的注册有效期还剩两年 这个说法完全正确 C 孙某在注册有效期内参加继续教育 其建造师道德诚信 考试不合格 申请延续注册 那么这个是必修课 不合格的话 不予注册 第一 李某聘用单位被吊销资证书 不影响李某的注册证书效率 这个说法显然是错的 因为每个人都是通过单位在职业的 在单位倒闭的情况下 这个单位里所有的注册证书会全部失效 好 这道题最终应该选B 好 那么关于这个小节 注册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学习一下建造师的职业管理 首先建造师可以在勘察设计施工监理 招标代理造价咨询 六类单位注册和职业 不是说非要在施工企业职业的 大型项目的项目经理 必须是一级注册建造师 中小型的是二级建造师就可以了 那么建造师不得同时担任两个项目经理 但是有三种情况除外 第一种 同一工程相邻分段发包或者是分期施工 注意这里的相邻两个字 第二种就是约定的工程验收合格就可以同时担任 第三种 A工程验收合格能不能在B工程同时担任 注意三个条件要同时具备 第一个条件是非承包方的原因 第二个停工必须超过120天 第三个就是要经过两边的建设单位都同意 少一个条件都不行 建造师在担任项目经理期间不得换人 三种情况可以换掉 第一种 承包合同依法解除 施工单位都换掉了 那么项目经理当然必定要换掉 第二个甲方要求换或者是同意换 那么任何时候都可以换掉 第三个不可抗力 这个指的是建造师因故不能止业的情形 比方说执照被吊销了 比方说建造师坐牢被抓起来了 那么这个都是属于因故不能止业 所以必须要把它换掉 那么这里边的重点是第二条 方方方同意是换项目经理最主要的原因 在合同旅行期间项目经理被换人的 那么企业应该在五个工作日内报住建局做网上变更 那么建造师在担任项目经理的时候 工程交工之前不得跳槽 不得变更注册到别的企业 某工程由于周边道路改造 运输材料的车辆不能进场 导致该工程停工达100天之久 施工企业你让该工程的项目经理甲担任另外一个工程的项目经理 问你哪个解决方案是可行的 A 经建设单位同意 甲同时担任两个项目经理 B 经建设单位同意 施工单位换掉项目经理 那么我们刚才讲同时担任 它的条件必须是满120天 现在的时间上的要求没有达到 所以这不是同时担任的情形 但是如果建设单位同意 施工单位换项目经理 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换 没有时间限制的 所以这道题巧妙的把两个知识点串起来考虑一下 要求大家能够对比 好 第二道题 关于建造师受聘和职业 说法正确的是A 王某是甲设计院在岗的设计师 考取资格证以后 申请在已施工企业注册 我们讲建造师他只能在一个单位上班 不可以同时在两个单位都上着班 所以A是不注册的不批准的情形 B 李某是某大型矿井项目第二标段的项目经理 你同时担任该项目第四标段的项目经理 同学们 同一工程两个标段同时担任 前提条件就是它必须是相邻的标段 第二标和第三标或者第三标和第四标可以同时担任 因为工艺技术上衔接 但是第二标段和第四标段是不允许的 因为它的工艺和技术不衔接 C 某施工项目发生不可抗力暂停施工 施工企业没有经过建设单位的同意 把项目经理刘某换成了正某 那么我们说施工企业更换项目经理 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建设单位同意 才可以把它换掉 第一某施工项目积淀分包单位项目经理邓某 在分包工程验收合格以后 经总包同意 同时担任别的项目经理 那么根据住建部的规定 只要约定的工程验收合格 哪怕还没有做竣工 这个时候可以同时担任 所以这道题应该选的是D 这个题里边的B选项 是16年矿山实物的案例题 所以今年在讲这个课的时候 我很多这方面的选择题都是通过举例子来解决 而且举例子很多都是过去的实物的一些真题的案例 也就是说在听法规课的时候 实际上也在帮助你收集和总结以往的实物这些点它是怎么编题的 我们下面就再看一下建造师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这个内容主要还是关于签字盖章的一个内容 那么在职业文件上的签章 管理和实物经常会考 但不知道为什么法规从来没有考过这个点了解一下 建造师应当拒绝在不合格文件上签章 分包文件分两种 分包的施工管理文件由分包企业的注册建造师签章 但是分包的质量合格文件必须是总包项目经理来签章 所以记住两个不同的分包文件签章的人是不一样的 修改签章过的文件应该是经得企业的同意 然后本人进行修改 谁签章谁修改这是大的原则 本人确实不能修改的情况下 比方说已经跳槽 这种情况下的企业指定同资格条件的建造师进行修改 好 举例子 刘某是在假施工企业职业的建造师 受企业委派担任一个施工总承包项目的项目经理 以下哪一个是刘某的合法职业活动 A为了配合业主方尽快办理房产证 在有严重质量曲线的某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单上进行了签章 那么这道题显然应该是拒绝的情形 违法了 B 在该项目竣工预验收期间 根据企业安排到另外一个纵标项目上同时担任施工项目经理 我们说同时担任的条件必须是约定的工程验收合格 所以预验收期间是不可以同时担任的 C 对分包企业建造师签章过的施工管理文件进行修改 这个也有问题 那么谁签章谁修改 这是一个大的原则 你签章的东西最后我来改 改错了以后算谁的责任讲不清楚 所以本人修改是大原则 D 在分包工程质量合格文件上签字并盖章 那么这个是总包项目经理刘某他应尽的义务 所以这个题选低 好 最后我们再看一下 有关建造师违法行为应该承担的一个法律责任 这个内容的话不是每年都会考 差不多三年会考一次 我们把几个需要同学们重点掌握的点总结了一下 那么首先未取得注册证书和职业印章 担任大中型施工项目经理的签署的施工管理文件 这个是无效 其次建造师跳槽换单位必须办理变更注册 如果没有办理变更注册 直接在新单位继续执业的 要责任限期改正 与其不改正的话可以对他罚款 注册建造师在转包项目中担任施工项目经理的 一旦被抓到吊销资格证书五年内不给注册 且不得再担任施工单位的项目负责任 那么挂靠项目的被抓到以后 不得再担任该项目的施工单位项目负责 有资格证的吊销资格证 五年内不给注册 如果是因为挂靠项目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吊销以后 是终身不给注册 好 那么这几个点同学们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 好 做一道题 注册建造师未执行法律法规 应该吊销职业资格证书 且终身不给注册的行刑是哪一种 那么这么严厉的处罚 一定生用的是最恶劣的违法行为 那么大家看一下ABCD A在职业过程中实施商业贿赂 这个情况下应该是罚款 B未按要求提供信用档案信息 这个显然情节轻微的多 是责令限期改正 与其不改正的可以罚款 C转包项目单的项目经理 这个就比较厉害了 应该是吊销 然后是五年内不给注册 第一 挂靠项目并造成了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 在这种情况下是吊销 终身不给注册 那么同学们通过这道题 体会一下命题的思路 这种法律责任题 最好是不要让学生去使记硬背 知道一些基本的原理 去推断 能够把答案做出来 这种题目的难度是失踪的 好题目不一定非要考虑所有的能够做不来 那么关于第二章的全部内容 就给同学们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